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一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完成了STARS这样一个Template的样式编写 那么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完成Movie这个Template的样式编写 那我们先给这个View加一个className 叫什么叫做MovieContinue 注意,还是我说的 如果你是在Template里面,注意加一个前缀 这样比较好,不要直接叫这个Continue 然后这个Image我们叫一个MovieContinue 好,那么这个Text的我们叫做MovieContinue 好,就这三个样式应该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编写样式 然后就给拷贝过来 MovieIniti的样式 诶,这个怎么报错了 大家注意,这个AddImport的后面要摘一个双号 好,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电影海报的一个CSS样式 这是电影海报的宽度,电影海报的高度 然后这个PaddingBottom是设置它的一个内边距 好,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个设计图打开 对比就来填写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设计图 宽,宽度,高度 然后下面有一个Bottom的内边距 然后对应我们这样的三个样式 好,那么我们接着下一个样式 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MovieImage 对,我们的content还没填写 我们先把content给填写一下 把它放在上面 好,格式化一下代码 这里还是用到这样的一个弹性核子模型 Flex 然后是列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是列 你看这个是整体的一个template 然后这些元素包括这样的一个星星组件的元素 它们之间呈现的是一个列 所以说我们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列 然后pidi 这里是一个简写 具体的都是来控制这样的一个编剧的 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 三个是这样的一个movie title 好,我们还是把这里 都很简单 这个页面的样式 因为我们的组件 这个template做得好的话 它整个的每一个小文件里面的代码都会非常少 不会出现像我们一个文件写 写那么几十上百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css 也是设置了一个编剧title 它的下编剧 然后这里定义了一个字体 好,那么我们现在 把movie的template的样式提写完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调试这里真是麻烦 放大又要缩小 看见没有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movie的template 包括这样的一个 它加载的这样一个stars的template 样式全部都格式化好了 这是三个对应的这里的一排 然后下面又有三个 对应的是第二排 然后我们总共放了几个template 我们看一下 这里总共放了三个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也有三个 总共是9个海报的电影 好,那么我们回到代码这里来 那么这样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就完成了两个template的样式编写 一个是stars,一个是movie的 那么我们下几课继续来完成 我们的movie list 这样一个template的样式编写 好,同学们 我们下几课再见 好,同学们 那么上几课我们完成了movie 这个template的样式编写 那么这几课我们来完成movie list 的template的样式编写 这个页面稍微比前面的两个template 要复杂些 但是我们结构层次都已经理得很清楚了 相信我们编写样式也不是难事 好,那么我们首先给这个外面的UV 有一个class name 我们叫做movie list hunting 好,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看包裹的是什么 还是看一下视力图 第二个呢 我们是上面这一排 对不对 好,那么上面这一排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hide 这样吧 我们还是加一个moviehide 好的 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叫做slope 然后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啊 这个下面这里是更多 然后是一个小图片 你看我叫什么 好,我们就叫这个moviehide 然后这个text呢 我们把它起个名字 叫做movie text 这个image呢 是那个箭头的小图标啊 我们叫做movmg 好,那么上面的这一排样式的名字 我们就明明完了 下面关于这个template的 我们再来继续编写 好,那么这三个template呢 还是要一个view把它给包裹一下 因为我们要控制一下 他们这三个作为一个整体 和其他元素之间的图局关系 所以说我们这里再加一个view 把它给包裹起来 然后格式化一下代码 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这个一个整体 叫做movmg mov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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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个包含了三个template的container容器 好,那么样式的名字呢 我们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接着来编写这样一个WXSS文件 注意啊 还是要加一个分号 不然你这个WXSS文件会提示你错误 好,我们来编写样式 首先是movmg movmg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解释一下这几个css 样式的意思 像这个background corner 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看一下设计图 大家注意看 我中间每一个movilist之间 是有一个灰色的间隔的 对不对 这个怎么实现呢 我会把整个的页面在后面 全部把它给设置成这样的一个灰色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出现这个间距 那么这样每一个movilist 它本身的颜色 我们要把它设置成白色 不然的话 它全部都成为一个灰色 就无法出现这样一个灰色间隔的效果 所以这里我们把它设置成白色 然后这个地方就不讲了 列排布 好 那么我们接着编写下一个 movilistcontent完成了 这个movilhead movilhead 这里 这个地方我用了两种方法 我们等会再看 我们先用这种方法 我们先把它设置一下 这是控制head的编具的 然后我下面会用一个flags的方式来实现 然后也会用一个floater的方式来实现 这个是我当时做的一个测试 我们等会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这个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flags这个太重要了 好 这个movilhead 然后下一个slogan 这里就是设置一个字体 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个编剧这里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控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这行跟上下左右的一个距离 就是movilhead的下面这个padding 好 然后是mo 看这里我就用了一个floater 对不对 我让这个往右移 右移 更多和这个小箭头整体的移向右侧 所以说我这里用了一个floater movilhead 还有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这两个东西 movtext和movimage 我们把它给写一下 你看我这里用了两个vertical ligging 然后让它们来做一个文字和图片的对习 然后这个margin right控制编剧的颜色 这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像这个image的高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两个写完了 好 然后之后到我们movistcontent 对这三个tablet做样式的一个编写 你看movistcontent 这里我们又用了这样一个弹性核子模型 整体的设程列布局 然后我们这里 这三个东西是成为行布局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又用了一次这样的一个弹性核子模型 那么关于这个样式 我们就初步的编写完了 然后这里是这样的 我这里到后面才可以看到 我这里先把它加上来 这个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 算了 这个我们等会再加吧 不然的话这样加的话 感觉逻辑性不是很强 因为我们写css代码 基本上就是先写 先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写出来 然后有了问题我们再调整 所以说我们先写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调试这里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的这么爽的感觉 样式一写完 你有了tamblator 全部样式就排好 写tamblator 就是要这样的一种感觉 弹码非常的少 非常的零变 写完之后 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爽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 对不对 什么问题 你看更多这里没有跟它对齐 为什么没有问题 等会我们我刚说要加的view 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那么我们回到代码这里来 好 那么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解决一下更多和箭头图标 往右偏移了一点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虽然现在整体也还没搭好 但是既然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tamblator 作为一个组件再用 那么我们就要保证这个组件 它本身的单独运行时候的 这样一个样式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把它把这些问题留到 我们等完成了movase之后 再去从movase那个层面去解决 这样不符合我们组件思想 我既然你用的是一个整体组件 那你组件内部的元素 就要符合你的样式逻辑 你不可以把你的问题丢到外面来解决 对不对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这里只是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这里我们加一个view innercontinent innercontinent 好 那我们在样式里面 来编写一下innercontinent 很简单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左右的话 居中 不是左右居中 不是左右居中 就是让这三个 这三个东西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可以左右去居中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解决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更多这里 是不是 和我们右边的这样的整个的一条切线是对齐的 放大一点 这个东西也放大 好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movilist 这样的一个template 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这里我刚刚说了 关于浮动的这个地方我们不用了 好不好 我们不用右浮动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flags的布局 让它靠右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还是用浮动 不是用浮动 我们还是用flags来写 我把它不让它浮动 然后我们把它用flags来实现 那么我们刚说了 关于更多和小箭头 好 如果我们不用浮动 怎么让它靠右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概的演示一下 因为我们flags 现在到目前为止 只用一个最简单的flags direction 对不对 其实flags的布局还是比较复杂的 它还有很多的属性 我们再来介绍一个 但是我们小程序 CSS并不是我们讲解的重点 所以说我想到了 就跟大家提一下 具体的详细的东西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大家下去了之后 好好地研究一下 flags的布局 确确实实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这里不用浮动 这个mall的样式是什么 这个mall的样式就是正在热印和更多 还有小图标的容器 我们这里不用 不对不对 说出来 这个mall不是很整体的容器 这个mall是更多和小图标的 一个单独的容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mall上面包含了一个文本 和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现在不用float来实现 我们用flags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看我在哪里加这个 在这个hide 在我们对这个容器做一个flags的 布局 这里把它变成一个盒子模型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方向 一个水平的布局 然后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它评议了 然后看一下 然后这样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属性 就是justify content 然后我看一下它有什么属性 我们用哪个呢 我们用space around 这个 好 这个float我们已经屏蔽掉了 我看一下它还能不能让它靠6 这样我们先把它屏蔽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不加这个东西 这样有一个对比会更好一点 看见没有 如果我不加float等于rent的话 这个更多就变成这样的了 好了 它下面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盒子模型 并且用justify content 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属性 然后我们看一下 编译一下 有点问题 我看一下 这个属性用错了 这个space around 它是这样一个效果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好久没有写这个了 我都忘了 这个space around 会让这两个元素 它是乘一个居蔽的表现形式 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属性看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让它居蔽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让它左右两端分布 好 我们就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正在热印 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没有 这个正在热印和这个更多 它不是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之前可以 现在不可以呢 我这里明明设置了两个 what the call or ligging 对不对 这里一个让它垂直居中 这里又一个让它垂直居中 但是因为这样的 如果你把一个容器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盒子 模型之后 像这样的vitical ligging 就不能再使用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把它屏蔽和不屏蔽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不起啊 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个怎么解决呢 其实还是用我之前说的方法 你自己把它给 margin或者padding给设置一下 然后把它的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里主要是给大家 来演示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flex的一个属性 我们还是把它给还原 这段代码 我把它放在这里 大家自己下去之后 把它微调一下就好了 小问题 这里我们主要明白 如果你把它设置成了这样的一个 flex的弹性盒子模型的话 像这样的元素 像这样的属性就没有效果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大家记住 我们还是用这个flux drive 我觉得方便一些 比如说大家不要这么死办 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运行效果 好 这就是我们追踪的一个运行效果 我们回到代码这里 这里 刚刚这个地方有一个想错误 这个space around 不是属中 这个space around 应该是说是让它平均分布 平均分布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两个它会把这个空间平均的占马 你这只有两个对不对 如果你有三个的话 它也会按平均值来分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属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三块 这里有个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属中对不对 那么更多的效果 大家自己下去了之后 研究一下 好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 这节课课中 我们主要去实现了 Movie List 这样一个template的样式 并且我们扩展一下 关于我们的弹性核子模型的一个属性 就是justify content 我经常是拿它来替代我们之前用的这样一个float浮动 当然它不只是这样的 只有space between这样的一个用法 它还有很多的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有center 有flux end 有flux start 还有这样一个convencial 然后还有space around space between 很多 建议大家下去了之后 去做一个小的demo示例 对不对 你把这每一个值都替换一下 看一下它有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印象就很深刻了 好 那么我们这里还是把它给评一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好 啊 我 好 的 好 感谢观看